雙鷹縣陽臨寨鄉的鄉民余小姐週五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 週四早前政府得適有鄉民前往縣裏面抗議 於是早已將當地的中型巴士扣起 近700名村民大多數是長者 唯有駕私家車和電單車等前往縣政府 部分人更要逃步前往目的地 但是他們在政府外面聚集無奈 立即有幾百名警察上前鎮壓 又用警棍對付這些長者 導致多人受傷 當日共超過10人受傷 有3名長者受傷在醫院 又超過10人被拘捕 鎮壓過後 鄉民繼續不肯離開 直到晚上 有些人在縣裏面租屋住 有些就在縣政府外打地鋪過夜 另一名村民杜先生向本台表示 直至週五事件仍然未解決 鄉裏面再有超過1000人前往縣政府支援 但是到縣政府外面又被鎮壓 事件原起46年前的1969年 當年政府在深化園建水電站 將這裡的民眾移民到省內兩個國營農場 分別是目前居住的陽林寨鄉 和常德市西湖管理區 陽林寨鄉一直都沒有收到移民補貼 在5年前 鄉民聽說在西湖管理區的移民 幾十年來都一直有移民補貼 陽林寨鄉的鄉民多次向政府反映 政府終於願意給全鄉超過3萬人 每人每年600元的補貼 但是鄉民在幾個月前 又聽說西湖管理區60歲以上的長者 每個月有1000元的退休金 鄉民多次反映都沒有結果 所以才會在星期四到縣政府抗議 鄉民認為上級政府應該有下發移民補貼 和退休金給鄉民 但是補貼款懷疑已經落入貪官的手裡 就事件本台致電商音院移民局查詢 但是移民局的人員表示事件很複雜 現在正在這裏解決 這個事情很複雜 你能不能過來走空一下 現在解決了解決 但是這個移民局還不忙意的要求 即使你們給他們這個犯案 但是他們都不滿意 算不算 對對對 你要問這麼多 我相信你最好是趕到我們這個移民局 我回來接待你 因為在電話裡面我講不清楚 本台再致電商音院政府查詢 但是電話接通之後就沒有人聽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王樂圖報導 貴州和紫苑花秋鎮一間歷史悠久的嘉寧教會 去年花了50萬建了一間教堂 被當局要求向政府部門登記 並且要他們加入三字教會 中教局要求他們登記 被他們拒絕 其後當局不讓信徒在教會聚會 指他們沒有合法手續 他又指今年4月 教會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由習水縣法院負責審訊 一審判國土資源局可以沒收教堂 但他們不服判決 隨即提出上訴 8月11日二審開庭 這個星期三收到法院判決書 維持原判 他們諮詢信徒援助 將會終審去貴州省高級法院 他指出教堂是由信徒的奉獻金興建 現在聽說政府要沒收教堂之後作供用 他們將會去最高法院做最後申訴 由於仍然在打官司期間 教堂繼續聚會 當局未有干預 記者曾經打電話去貴州和紫苑民族宗教局 電話沒辦法打通 另外廣東汕頭程海區中福和深加寧教會 8月中被當局查抄後 負責人去到當地各級部門上訪 還未有結果之際 近日當局要房東向教會提出終止合約 教會同工各女士表示 教會租用的屋 11月23日才約滿 政府要求房東提前解約 教會不同意也不會搬走 他又指早前去到程海區和山頭市信訪局上訪 官員叫他們等答覆 但到現在都沒有答覆 他們或者會去廣東省部門上訪 另外他們和宗教局談了很多次都沒有結果 今天上午再打電話給宗教局 官員不肯接見 記者曾經打電話去山頭市信訪局 官員說不清楚這件事 或者向市民族宗教局查詢 但是宗教局電話沒人聽 此案上個月被取締的東莞中福萬民教會 負責人李穆斯的太太指出 自從那次當局派出各部門二十多人去教會查封 一個禮拜之後 政府又派出幾個人去教會 看他們聚會 並且向信徒登記之後才離開 近日宗教局又約李穆斯去聊天 重申不給聚會 要求加入三節教會 但是他們是嘉寧教會不會加入三節教會 他又指當局查封教會時 曾發出取消非法活動通知單 記者曾經打電話去東莞市民族宗教局 官員說按照國家法律規定 必須要去合法宗教場所活動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海南報導 關押約兩年時間的廣州維權人士郭飛鴻 近日獲得愛爾蘭人權組織前線衛視捍衛者 頒授人權衛視長 作為表彰他堅持不懈地在中國大陸 反對侵犯人權的行為 也不會因為受到打壓而放棄 攀長儀式在北京時間週五下 就在首都都柏林舉行 由於郭飛鴻仍然被關押 他在美國生活的妻子張青 為同的女兒楊天嬌 前往當地代表郭飛鴻領長 張青在接過獎項之後就說 郭飛鴻是一個信念堅定的理想主義者 就算他一直受到中國政府極為廣泛的政治迫害 包括入獄四次被政治迫害逮捕 以及容忍過無數殘暴和惡虐的酷刑 他仍然保持一個寧靜純潔的心 張青又說 我為我的丈夫而驕傲 他是一個寬容、良善、有責任感、有悲鳴心的人 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個不懈的奮鬥者 對此 郭飛鴻的姐姐楊茂平感到非常高興 他向本台形容 郭飛鴻因為追求民主而受到接連的打壓 但他相信郭飛鴻不會因此而倒下 他曾經受到很多苦 很多磨難 現在有這麼多正義的人支持他 他感到比較安慰 非常擔心心理上的 但是我知道楊茂東他是非常堅強的人 他也是非常會想的一個人 他可能更擔心我在這種環境下的生活 原名楊茂東的郭飛鴻 聯同孫德勝因為聲援南州 和參與一系列新公民運動 2013年8月 被控試驗最終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拘捕 案件在去年的11月底開庭之後 至今仍然未宣判 自由亞洲聯台 文宇晴 報導 太陽 不太 bour人 不太悶 真的 不太慎